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重要的分支 之后我们还要讨论信息隐藏的一些性能指标 另外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些关于可视密码学 还有叠向术相关的一些知识 好 那么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什么是信息隐藏 首先大家看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图片是一幅标准的测试图像 这个图片的名字叫Lina 我们可以从Lina这个图像当中分离出一个战斗机的这样一个照片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图像当中 来分离出具有军事机密的一些信息 我们说信息隐藏 它是一门体现人类高度智慧的信息安全斗争的技术和艺术 从古至今 几乎所有新的信息隐藏的手段和技术一旦出现 就会被立即用于情报作战当中 不仅演绎出许多惊心动魄 惊险绝伦的故事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乃至国家的命运 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 密码是保护信息机密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通过使用密码技术 人们将明文加密成敌人看不懂的密文 从而阻止了信息的泄露 但是在如今开放的英特尔网上 谁也看不懂的密文 无疑成了此地乌银三百两的标签 黑客们完全可以通过跟踪密文 来闻准狠地破坏合法的通信 为了对付这类黑客 人们采用以柔克刚的思路 重新启用了古老的信息隐藏技术 并对这种技术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进 从而达到了迷惑黑客的目的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的迅猛发展 互联网上的数字媒体应用正在呈爆炸式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知识产品 以电子版的方式在网上传播 数字信号处理和网络传输技术可以对数字媒体 包括数字声音文本图像还有视频等等 对数字媒体的原版进行无限制的任意的编辑 修改 拷贝和散布 造成数字媒体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日益的突出 并已经成为数字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议题 因此如何防止知识产品被非法复制和传播 这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国际上开始提出并尝试一种新的关于信息安全的概念 开发设计不同于传统密码学的技术 即将机密资料信息秘密地隐藏于一个一般的文件当中 然后再通过网络传递 由于非法拦截者从网络上拦截下来的 伪装后的机密资料 并不像传统加密过的文件一样 看起来是一堆会激发非法拦截者破解机密资料动机的这样的一堆乱码 而是看起来和其他的非机密性的一般资料无异 因而十分容易逃过非法拦截者的破解 其道理呢就像这个生物学上的保护色一样 巧妙地将自己伪装隐藏于环境当中 这样呢会免于被天敌发现而免于遭受攻击 这一点呢是传统的加解密系统所欠缺的 也是信息隐藏的一个基本思想 那什么是信息隐藏呢 顾名思义 所谓信息隐藏的这个意思 它就是将秘密信息 秘密地隐藏于另一个非机密的文件内容之中 它的这个形式呢 可以是任何一种数字媒体 你像是数字图像 数字的声音 数字的视频 或者是一般的文档等等 信息隐藏它有一个首要的目标 是什么呢 你隐藏的技术要好 也就是说 使这个加入隐藏信息后的这个媒体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降致能够尽可能的小 使人无法看到或者是听到隐藏的数据 达到令人难以察觉的目的 另外呢 信息隐藏还必须考虑 隐藏的信息在经历了各种环境操作之后 而免遭破坏的能力 信息隐藏的数据量 和它的这个隐藏的免疫力 也是一对矛盾 不存在一种完全满足这两种要求的隐藏方法 从这一点看呢 实现真正有效的信息隐藏的难度较大 十分具有挑战性 好 那么有了信息隐藏技术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 密码技术是将明文加密成他人看不懂的密文 别人看不懂就算完成任务了 而我们的信息隐藏技术呢 它是说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加密的安全模式 和这个加密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它的安全性是来自于对第三方感知上的麻痹性 这个感知我们要理解成肉眼看不出问题来 耳朵也听不出问题来 这就是对第三方感知上的这个麻痹性 好 我们来看密码技术 这里边Alice要把一个秘密消息发送给Bob 那么这个秘密消息呢 我们选用了这个南开大学100周年校庆的这个八角的图标 好 这是一个秘密消息 那么需要对它进行加密 这里边有一把锁 表示呢 对原始的明文进行加密 我们看到加密之后呢 就变成了密文 密文呢 是根本看不懂的 杂乱无章的这样的一些数字 这些一些符号 那么把这样一个密文发送给Bob 那Bob接收到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有一把钥匙 表示呢 是解密 对密文进行解密 解密之后就看到了这个八角的这个图标 好 这是密码技术 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息息隐藏技术 息息隐藏呢 首先要把你的秘密消息 进行信息隐藏 好 秘密消息藏到什么地方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载体图片 看似非常普通的一个图画 好 秘密消息要隐藏到这幅普通的图片当中 那么我们通过信息隐藏的算法 将秘密消息隐藏到这个图片当中 它就隐藏进去了 然后呢 这时候 Alice给Bob发送 发送的其实是这样一幅图片 大家看到的也是这样一幅图片 好 发送给Bob 这是作为这个接收者 接收者呢 要从中提取隐藏的那个信息 就是嵌入着 当时嵌入的那个信息 那么Bob要 从这个普通的图片当中 来提取这个秘密信息 他使用信息提取的算法 从这里边呢 提取出这个秘密信息来 好 这就得到了 这个Alice真正要传给Bob的 这样一个秘密的信息 好 在这一过程当中 这个载体信息的作用 实际上呢 是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提供传递信息的信道 第二个方面呢 是为隐藏信息的这个传递 提供伪装 好 我们说呢 信息隐藏和密码技术 它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是传送内容的展现形式不同 那么密码学加密技术 它传送的是一堆乱码 那么这个信息隐藏技术呢 它传递的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张图片 好 那么关于这个信息隐藏和密码技术 它的区别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说这个密码技术 它经过加密之后 这个密文是不可懂的乱码 也就是说呢 秘密信息不可懂 那么用细细隐藏技术 它的斜密载体 就是我们说看到的那幅图片 那个斜密载体 它是呢 普通的数字媒体 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图片 没有秘密信息在里面 也就是说呢 秘密信息是不可见的 信息隐藏不同于传统的数据加密 数据加密呢 它隐藏了信息的内容 让第三方看不懂 而信息隐藏呢 不但是隐藏了信息的内容 而且呢 还隐藏了信息的存在 让第三方 根本都看不见 传统的密码技术 与信息隐藏技术 并不是互相矛盾 互相竞争的技术 不是说谁好 谁要取代谁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呢 有意的相互补充 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呢 相互的配合 实际应用的时候 往往呢 是先把秘密信息 先加密 然后把这个密文 再给它通过信息隐藏的方法 嵌入到普通的文件当中 然后再传书 往往是这样 把两者结合起来 来使用 中国自古呢 就有这样的谚语 叫做 耳听事须眼见为实 还有 百文不如一见 在英语当中呢 也有 Seeing is believing 这样的说法 这些呢 都表明 人们过分 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这 正是信息隐藏技术 得以存在 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这一研究领域 大量的事实 告诉人们 眼见 不一定为实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些 跟这个信息隐藏技术相关的 一些术语 首先我们来看 信息隐藏 它是通过对载体 进行难以被感知的改动 从而嵌入信息 注意 我们这里边 是 对载体进行难以被感知的改动 而且呢 我们这里边说的是 嵌入信息 并没有说嵌入什么信息 因为嵌入不同的信息 它的名字也就不一样了 我们往下看 下面要介绍的是 这个隐血术 注意 我们说 下面的隐血术的这个概念 和上面的这个 心隐藏的概念 前半句是一样的 它说什么呢 隐血术是通过对载体 进行难以被感知的改动 还是跟上一个前半句是一样的 我们重点看后面 从而嵌入什么样的信息 这里边提到 从而嵌入秘密信息的技术 它嵌入的是秘密信息 嵌入的秘密信息 我们说这就是隐血术 好 那么我们再看 有这么几个词 这是这个隐血术这个词的 它的这个英文的说法 这个单词呢 实际上是两个词拼起来的 来源于两个希腊的这个词根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概念 下一个术语 叫数字水印 数字水印 注意它的前半句 也是通过对载体进行 难以被感知的改动 也是前半句一样 注意后半句 嵌入什么样的信息 从而嵌入什么呀 嵌入的信息 是与载体有关的信息 刚才说 隐血术什么呀 是嵌入秘密信息 嵌入秘密 那么现在我们的数字水印 是嵌入的是 与载体有关的信息 因为数字水印 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数字作品 肯定你这个作品相关的信息 就要嵌进去 比如说你这个作者 出版商等等 这些信息都嵌进去 作为数字水印 嵌到里面去 那么这里面 它嵌入的信息 不一定是秘密的 也有可能是可见的 什么是可见的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视台 这个节目当中的 那个左上角那个台标 它就是一个可见的一个水印 下面一个概念是引血分析 引血分析 这个引血分析呢 它是说检测提取破坏 引血对象中的秘密信息的技术 那么也就是说呢 跟加密相对应 有一种叫做破解 那么我们的这个引血也好 水印也好 那么进行引血分析 就是要发现 你里面的这个隐藏的秘密信息 然后呢 破坏里面的这个秘密信息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叫引血分析 信息隐藏的载体 可以是呢 图像 音频 视频 网络协议 也可以是文本 或者是其他的各类的数据 在不同的载体当中 信息隐藏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需要呢 根据载体的特征 来选择合适的信息隐藏的算法 比如说呢 像对于图像 视频 音频 在这些媒体当中 进行信息的隐藏 那么往往呢 是利用人类 感官 对于这些载体信号的冗余 来隐藏的信息 也就是说呢 对于图像 视频 音频 这一类的数据来说 在它的这个信号当中 存在着大量的冗余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冗余 来隐藏信息 另外呢 对于一些没有冗余 或者说冗余很小的 那一类的载体 比如说 像文本 网络协议 还有呢 其他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一类里边 就无法利用这个冗余度 来进行信息的隐藏 因此呢 在这些没有冗余度 或者是冗余度很小的载体当中 隐藏信息 我们就需要 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和方法 不同于那种图像 冗余度比较大的那种载体 引血术与数字水印 是信息隐藏的两个重要的分支 采用的这个原理 都是将一定量的信息 嵌入到载体数据当中 但是由于应用环境 和应用场合的不同 对具体的性能要求也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 引血术 引血术呢 它主要是在相互信任的点对点之间 进行通信 引血术它保护 嵌入到载体中的秘密信息 它主要是来保护这个秘密信息 那么引血术它注重的是信息的不可察觉性和不可检测性 这是它的不可察觉性 不可检测性 这个我们给它打上对钩 也就是说它侧重点在这方面 它注重这方面 同时呢 它还要求要具有相当的隐藏容量 以提高通信的效率 所以在这个隐藏的容量这方面 我们也打上对钩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引血术 对这个隐藏的容量要求也是很高的 另外 引血术一般它不考虑鲁磅性 鲁磅性是谁考虑的 是下面我们要谈的这个数字水印 数字水印它强调鲁磅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加到数字作品中的这个水印信息 你是为了保护版权 也就是说呢 我不想让这个水印被处理掉 所以说 要求数字水印在经历各种变换之后 要求它还仍然能够存在 仍然能够提取 所以说在数字水印这方面 我们的这个鲁磅性就要求的非常的突出 当然也有例外 也就是说 对于脆弱性水印 是对这个鲁磅性要求就差一些了 另外呢 这个数字水印对这个容量要求 它也不高 刚才我们提到了 水印大部分是不可见的 但是有些它也是可见的 所以说呢 对可见性来说 这个数字水印 有些它是可见的 而这个引血术呢 它一般都是不可见的 因为它是秘密信息 好 这节课呢 就先上到这儿 1人有些人 1人有些